我們看第一題 他說1654年,在華國有甲乙兩人 季乙鄉等 就勝算的機率兩個都是二分之一 約定兩人比賽,先勝三次者 可以得六十四批索 失敗了就沒有錢 開始比賽,甲先生一場 但有事要停止比賽 對賭金難以分配 故去向當時有名數學家巴士卡請教 這就是機率的開關 這些賭金應該如何分配 但勝負已無法確定 就是說不在比賽的 為了公平起見的話 這個賭金應該要如何分配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 如果繼續比賽的話 那賭的勝算多少 那繼續比賽的話 賭必須再勝兩次 賭的話必須要勝兩次 再勝兩次 所以如果繼續比賽的話 賭勝他的情況會有哪些情況 會有呢 會有呢 頭兩次呢 賭就勝了 頭兩次賭就勝了 也有可能說呢 也有可能 比賽三場以後 賭才勝 就是賭勝兩場 然後乙呢 然後乙呢勝一場 然後又可能呢 比賽四次 比賽四次的話 那就是 賭呢 贏了兩場 乙的話也贏了兩場 那就這樣可以 乙不能勝三場 如果乙勝三場的話 那乙就勝了 好 那這個的話 頭兩場呢 賭都勝的話 那一個賭勝的 其實是二分之一 所以這是二分之一的平方 然後呢 這個賭勝兩場 這個是比賽三場 那乙勝兩場 其中呢 最後一場 必須是賭勝的 所以的話 這應該是 應該是 賭 勝一場 在兩場裡面的話 賭勝一場 那最後一場 是第三場 第三場 第三場也是 賭勝的 那這裡的四場裡面 最後一場 有一場 有一場 最後一場是賭勝的 所以這是P多三連 甲一 以二 那最後一場的話 是賭勝的 好 那這就是 這就是兩場 兩場裡面 取一場 是賭勝的 這是二分之一 那這就是二分之一 那這就是二分之一 那這就是三場裡面 那這就是三場裡面 假勝的一場 二分之一 一次方 二分之一 一次方 二分之一的平方 再乘二分之一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算回來 這多少 這個是四分之一 加上呢 這個是二 那這樣的話呢 十六分之三 所以這應該是 十六分之三 四十六 四加四是八 八加三 所以這十六分之十一 所以他的那個勝算的機率 是十六分之一 所以賭應該要獲得多少錢 賭應該要獲得多少錢 賭獲得前數的期望 賭金的期望值是 六十四 勝算的機率是十六分之一 十一 那這四 所以他應該拿到四十匹水 所以他應該拿到四十匹水 那這個乙的話 應該要拿到二十匹水 他是問什麼呢 要怎麼分配 那乙的話 應該分到六十四 減四十四 他應該分到二十匹水 他應該分到二十匹水 他應該也不得了 三十匹水 一百堂 就算了 三十匹水